我们来拍列组合一下吧 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来说 大家都有了安检前的一个时间线 再加上确定了双胸计划的可能性 那么现在前面所有 曝光过自己手法的人 都不做好了 因为那完全可以是个障眼法 我想请问一下侦探 两个人在发信息说到了 他们为什么不当面说 而要留下这个线索 我觉得是因为他俩互相不认识 是因为如果认识这个人的话 他就没有必要说已到已到 因为是在同一个时间点 就是他们通过某种方式联系上了 比如说网友或者他们某种机构 群聊什么联系上了 如果顺着这个去想的话 什么人能构成一个网友交流 我就想起你们之前 关于希罗的那个群 是有组织的大家可以串通的 希罗可以把所有人联系起来 也许我们今天组合是希罗和谁 我先把几个排队组合都列出来 融和是可行的 觉得不可行 因为我俩认识 我和融是认识的 我认识你 你俩见过面 对 我俩没有必要手机联系 就是今天一定是认脸是认不出来的 两个人 我觉得我俩的可能性不是伟大 融跟陈存不存在这么一个组合 有 有可能 反正我不认识他 对 我是不认识他的 现在这种联系方式 我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一定有一个某一种方式 是在联系的 如果关于这个群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但是一般来讲 我会先建议一个群 谁要来 我把它加进来 告诉他们说什么时间点 什么就是交易 完了我就先退出 因为我有一个 要保护自己的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不太会 跟他们去联系的 河跟陈是一个组合 我跟陈是完全没有见过的 我跟陈有可能 因为他也在保护西螺 我也要保护西螺 但是我是西螺的设备供应商 我有可能是在某一个西螺的 保护区里面跟陈认识了 有这种可能 但现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欧跟陈肯定是个组合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是因为欧换脸了 对 我现在是欧业 但你要清楚 我是不可能找他的 同伙这些信息未必是对等的 如果我觉得我是欧的话 我跟陈是一个组合的话 为了避免留下罪证 因为我认识陈 我不会跟你约定 我们用这种手机的方式 然后就说我知道你是谁 你就到吧 你到了我会看到你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两个人合谋的话 我为什么要找他 在我的视角里 他是背叛我的人 陈默的真实身份 是真能源的手下 海底基地爆炸事件 为提前安装炸电 后仍为引爆 陈默已重回真实能源集团 喜欢你是个任务 我当时有多喜欢他 我就有多恨他 我不会这个时候去找他合谋 我做这件事情 对 欧臣我觉得可能性不特别大 就像欧刚才说的 他心里是恨臣的 我觉得非常说得通 就是因为你的动机里边 可能他是你利用的一个棋子 就是你们合谋指示 这个前半部分 合谋之后都要嫁祸 给另外一个人吗 对 就是也解释了你对他的恨臣 他是背叛我的人 欧业与他联手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得说服他跟他一起联手 他俩得形成一个信任嘛 对不对 因为共同的好小海 在我的故事里没有欧业 对啊 他的意思是他跟你说 我是好小海的闺蜜 对 我们俩一起来为他报仇 我说你就信了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 比如说我跟何也有可能呢 我跟你有可能 因为只要你告诉我 你哥哥是海研究 我必与你联手 对 我觉得这个案件过于复杂的原因 就是说它其实可有距离 有距离和 它有距离 而且这个距离是没必要的 其实明明有更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就认为 在这对凶手实施这个计划里面 让真缺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仪式感 对 但这个仪式对于他们俩 对于海洋实验室的受害者的亲属 以及对于西罗组织 都是同样成立 因为西罗是一个为穷苦大众 打抱不平的人 这个人垄断了所有的氧气资源 让穷人没有空气可吸 所以他也想让这样的人尝试一下 缺氧的滋味 这个对于这两种动机来说 其实这个仪式感都存在 所以其实还是两对组合的四种方式 但是有一个问题 侦探 我的方式里面 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仪式感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 我的兄弟是被那个浪冲下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我要的是 让他停止这个计划 真正的和好气和你的和七七 都是死于不惜困难的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环境 让大家有空气 对 有道理 就说仪式感 是不是有点太神话这件事了 我也是觉得我很好奇 我觉得大其实基本上 应该可以排除了 首先他自己有他的一套系统 而且他来报仇 他其实是为了父亲蒙冤 父亲蒙冤的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跟爆炸案有关系 我觉得相对可以排大 把大排了 融合组合排了 那就是融陈组合存在 对吧 融欧也有可能 两个女生联组合 何跟陈是一个组合 何跟欧是一个组合 欧跟陈肯定是个组合 侦探 我还是想请你先带着我们 还原一下他们两个配合的过程 因为我没有理清楚 为什么这事需要两个人 就是因为两个空间距离各远 各守着一个地儿 我一开始就这么觉得 他得多清楚这里面的构造 他们俩至少得有一个人 你得知道中控室 知道有六分钟的距离 这个人得来过 才能提前做计划 对 我来过 我刚才说过嘛 我来踩过点 那我们都来看过这个 等于这是一个样板 我们都是来看过的 我没来过 我没踩过点 我没有 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出现 我连身份都是假的 两个女生 你们两个踩过点 我有点 是我跟陈相关的一个组合 十二点那个时间点 回去的就是他们 然后原本中控室的人 到那儿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 中控室的那个人 请问中控室的人 回去要干吗 他结束了 为什么还不走呢 我是那个意外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说对 就是啊 因为他 因为他想计划的时候 多了一个我 莫莫其妙 你看 我先不说是谁啊 如果两个人是串通的话 按计划形式 那这个计划 就说明他们在里面 还是有后续的交流的 有传递信号的 那么这个信号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传递呢 没有手机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俩应该有他们的密码 那中控室的屏幕 其实就是一个交流的手段 那上面能接受到信号 有两种 监测器异常 会触发一个红色警报 氧气的格 是可以有意发出的电号的 然后刚才还为什么 他说那个特别启发我 就是他说他就是那个变数 对 因为凶手没有预计到 有一个人会拆那个报警器 也会触发中控室这边的 一个红色警报 好